台湾民政部长李鸿源第一次以新职位到立法院接受备询 他和立委高金素媒的往日情又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可能是害怕见面会尴尬 原本登机要直询的高金素媒 最后还是没有现身 可不可以在你的放假办法当中 表明就把清明节标定成4月5号 然后以后4月4号就变成儿童节 所以两者之间就变成一个每年的廉价的概念 如果清明节能不能定在4月5号 我想它是一个节气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定在4月5号 台湾民政部长李鸿源第一次以部长身份接受立委质询 被问到清明节是否能固定日期 语气坚定 态度沉稳 直到现场出现了关键人名 高金素委员不在场 听到旧情人的名字 李鸿源脸色一成 原本登机第九位质询的立委高金素媒 一个小时前才来签到 没想到临时离开 我相信任何委员来 我都有义务站在这个地方接受委员的咨询 谢谢每个委员的指教 会尴尬吗 不会啊 平常心 旧情人差点同台 李鸿源说平常心 高金也透过助理表示 临时奔丧才缺席 那过去的话我想都已经是不往远远了嘛 除非还有未来是 如果有未来是那就对不起了嘛 有没有大嫂有没有 不会啊 很好啊 大家都心情很好啊 被问对象巧妙避开的同台质询 心情你好我也好 但李鸿源身为民政部长 高进了隶属民政委员会 今天不同台 没关系 咱们改天见 老百味神情好猪少龙 台北报道